在全民防疫期间 日本台湾商会有总会长率领六大地区的商工会 来拜会高雄市长韩国瑜 双方并且针对经济发展 农与产业以及观光旅游等议题交换意见 韩市长也利用机会来加强行销高雄 希望日本台商回台投资要选择高雄 市府将会积极地协助发展创造多营 由日本东京、千叶、湾西、九州及琉球恒滨等地区台商会 共同组成的日本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14号下午在总会长何道台率领下 拜会高雄市长韩国瑜 双方就经济发展农与产业及观光旅游等领域交换意见 相谈甚欢 高雄大家都了解 是最美丽最热情的城市 而且特有的条件可以说空港海港 通通都具备有山有海 人民又热情 高雄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它的后发的爆发力很巨大 我希望我们在日的台商能够帮我们 台湾的政府帮忙我们的经济发展 我今天带来的团队 我们有食品业 有电子业 有旅行业 有农业方面像生果进出口 我本身是食品贸易业 台湾能够卖能够赚钱的 我几乎都搬到日本去了 韩市长表示高雄具有良好的条件及潜力 欢迎台商回台投资选择高雄创造多盈 我们一定是站在企业界的好朋友 绝对不是高高在上管理大家 而是从旁协助跟大家一起成长 那这样成长之后企业赚到了钱 那应用了我们的劳工 纳到了政府的税收 那企业赢 劳工朋友赢 高雄市政府也赢 所以我们这个观念是非常健康的 非常非常健康 那如果台商朋友将来如果要回到台湾 可以多多考虑我们的高雄 我们市政府一定 使自 立志 做大家的好朋友 会中韩市长局处首长与日本台商代表互动密切 并且针对贵宾们提出的问题相互沟通 随后双方互赠礼品 象征彼此的情谊坚定 总会长何道台指出 尽管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各界代表还是准时拜访市府 主要是期盼在日本的台商能够帮助台湾经济发展 进而将台湾的商品多多引进日本市场 高雄市 赞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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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王思武秉元采访报导